电视剧《香命沉沉浸如霜》 最近的剧情都虐得不行 除了密封CP的生理死爹 大龙的悲惨绅士 还有一对魔戒的苦名鸳鸯 刘英和齐渊 而齐渊时日其实也不多了 临下线前才终于和爱人举行了婚礼 齐渊本是被刘英捡回来的孤儿 两个青梅竹马早就互相暗生情愫 后来魔戒的动乱中 齐渊为保护刘英暴露了绅士 被抓进地牢他才明白 自己与魔族有不共戴天之仇 齐渊在魔戒受尽折磨 逃出后被 想要免费看全集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湖八巨头社 天后一眼认出他是密灵族后代 马上在他身上下了鼓 齐渊刚逃出魔戒又被毒蛊牵制 不得已为天后卖命 做了许多坏事 也因此被刘英分道两标 但俗话说多行不义必自弊 天后下场凄惨 被费了后卫才抬出提出地狱 勇士解除神奇 齐渊因此被解放 但这时天后在齐渊身上 重色的颅骨已经深入他骨髓 他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刘英分以为终于能够会按照新手 却没想到刚注册不久 就决定了 决意将和齐渊继行婚礼 刘英知道魔戒夺不行齐渊 就说要与他一起去终于生活 想要免费看全集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湖八巨头社 最终作为刘英的朋友 亲自从婚礼 但还没等到人间去 齐渊就合递扩散了 刘英到人间不久 就剩下了一个小玉 合理两个人 相对于一本过的一世 虽然两人之间的磨难 比如上主角 三生三世来的愿 但婚礼上这一段 还是让网友哭到心里哗啦 饰演刘英的陈玉琪 用她自然的演技 征服了一大群粉丝 大家都对这个敢爱敢恨 一生正气的公主十分喜爱 都说陈玉公主 饰演最后的网友 跟陈玉琪 根本就不是一个荡色的 你觉得 二绿线一群跟海蓝 电话 女人